大家好 当我们的兰花开花到尾声之后 想让它快速复壮 快速长新芽的话 大家必须要把握很到位才能 不然的话 这个兰花长出来的新芽就会变得比较弱 因为兰花开完花之后 它消耗的养分会比较多 所以当我们的兰花开的差不多之后 就要适当的给它修剪掉 不要等到它全部开拜完 一般这些花苞开拜三分之二 就可以给它做修剪了 我们给它做修剪的话 只需要在根部以上5厘米处 直接将它修剪掉就可以 不要剪的太短 避免这个伤口容易感染细菌 而且我们给它做修剪 最好选择在晴朗的天气中午的时候 这样的话这个伤口会愈合的比较快 如果大家不放心 怕细菌感染的话 用这个带生猛性对水1比1000的比例 给它喷一喷 这样的话就安全了 我们将这些花苞修剪完成之后 不要急着给它补肥 因为花开完之后 它会有短暂的休眠 10到15天左右 那么等到10天之后 我们再适当的给它补充一些这种水肥 因为这种水肥它吸收的速度会比较快 而且它不容易烧根 这种水肥就是蓝科中用有机原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了 再给它浇下 这样的话它就有足够的营养来攻击 给这些新芽生长 这样就能达到兰花开完花之后 快速复长 快速长新芽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 炫 你 终于